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祥诚知道了我的顾虑之后呢 却跟我说 他母亲早就跟他说过 以后他结婚了 他也要一个人住 他可不想去受儿媳妇的嫌弃 我一听喜出望歪 这才同意和他搞对象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三四年 感情一直很好 后来双方父母催婚 我们便结婚了 我们靠着多年打工攒价的钱 在城里买了房 婚后的小日子过得十分甜蜜 周末或者过节的时候 我们总要轮流去双方父母的家里 我父母对老公很满意 每次回娘家 老公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而婆婆那边 我也经常去拜访 每次都在婆婆家待上几天 每次回城 她都要让我带上她亲手做的好吃的咸菜 不过时间长了 我渐渐发现了一点奇怪的地方 我睡在婆婆家也不睡一次两次了 结婚伴娘来 却一次都没有见过她睡觉 农村一般睡得都早 我在婆婆家 一般不到十点就睡着了 可我每次催婆婆睡觉 她总是让我先睡 而等我天亮睁眼 婆婆的床铺早就跌好了 仔细想想 我一次都没有见过婆婆睡觉 于是呢 后来我去乡下看望婆婆的时候 就留了心 有回打扫房间 掀开她床 探地上 那天是中午 婆婆告诉我要去小睡一会儿 我便借着打扫房间的机会 偷偷溜进了她屋里 果然没有在床上找到婆婆 我心里好奇 不得了 非要把婆婆找出来不可 当我掀开她的床之后 立刻就被下滩了 原来床底下竟然有人 婆婆四平八稳地躺在下面 就像死尸一样 我正想打电话报警 却看见婆婆睁开眼了 瞧见我非常惊讶 问我怎么进屋来了 我这才长出一口气 原来婆婆只是睡着了 只是婆婆放着好好的床不睡 为什么要睡床底下呢 婆婆告诉我说 这是她小时候养成的毛病了 以前婆婆的父母总是打仗 他们有一次打得太厉害 把婆婆吓得躲进了床底下 从那时候起呢 她只要感到害怕 她就会躲到床底下 直到嫁给公公 她这才改掉了毛病 后来公公去世 儿子也进了城打工 她一个人在家里睡觉很害怕 于是又重新躲到了床底下 我听了婆婆的话十分心酸 仔细琢磨 我决定将婆婆带到城里 跟我们一起去住 一方面我们会省下不少路费 另一方面呢 也是最重要的 也希望婆婆能通过 我们对她的细心照顾 能够重新找到安全感 我相信 只要我和老公努力拼搏 一定能让婆婆的晚年更幸福 好嘞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订阅